王林的吉祥三宝,果然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不过钟大宏自以为将阿谀奉承修炼到了极致 但与许立国相比,仍然相差甚远 书接上回,当王林献身天雷宗的山门之后 他直接抬手一挥,让邱德海没心处的闪电印记暴碎 轰的一声落在了大殿广场之上 整个天雷宗顿时一片寂静 所有修士正正望着那滩倒在地的邱德海 可就在这寂静之中,天雷宗大殿内立刻冲出一人 此人其貌不扬,全身干瘦,但修为却已达到了化神期 他看向王林无比恭敬地说道 前辈,您终于来了 当我看到前辈的那一刻,心情便是久久不能平静 前辈的修为通天,风资更是无人可比 别说我闪雷族的那些长老 就算是族长在前辈这个年纪,也不见得能与前辈相比啊 晚辈愿意将所有法宝献给前辈 只求前辈能让我在有生之年,时常看到前辈 让晚辈来为前辈披荆斩棘 为前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王林听完这番话语后不由一愣 更是立刻想起了许立国的嘴脸 事实上不仅是王林,下方广场上的所有天雷宗修士 也全都目瞪口呆 他们在天雷宗已经时日不短 可从未想过一项威严霸道的宗主 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至于天雷宗主的神情没有半点虚假之色 字字透出真诚 好似方才所说一切都是天经地义 本就是如此一样 而这番话语道真是让王林有些不好意思出手废掉其修为 紧接着王林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天雷宗主立刻回应道 晚辈钟大红 钟是小钟的钟 红是小红的红 晚辈一声肝胆向人静 只求能为前辈披心斩月 还没等钟大红说完 王林便有些不耐烦地呵斥道 把可换取雷鲸之物拿来吧 其实别看钟大红的神色非常镇定 可刚才已经被吓破了他 他起初看到自己的长老邱德海被丢到广场后 可谓是勃然大怒 但这怒火在看到王林后却是立刻消失 他的修为虽然已经达到了化神初期 可在接触过的修士中 最高也就是问鼎境界而已 所以在王林念前 钟大红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惊慌 那是天崩地裂之感 这种惊慌可比当年看见族中问鼎修士时 要强烈无数倍 好在钟大红颇为机灵 立刻露出恭敬之色开始连连奉承 不过这一招 钟大红修到至今也仅仅用过三次 前两次都是逢兄话吉 甚至还意外得到了一些好处 眼前面对王林 是他第三次施展这无敌之术 甚至在钟大红看来 他这一生修为 只有这无敌之术才是真正的强大 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保住性命 所以他暗中将其修炼到了炉火纯青 荡成了最强笔牌 此刻钟大红在听到王林的要求后 立刻便将储物袋中的宝物全部取出 并开口说道 前辈 这些是晚辈所有的家当 大约可以换取五万雷金 钟大红在说话时 不断观察王林的神色 结果看到王林的眉头轻微一皱后 他立刻心惊胆站起来 于是咬牙说道 前辈 除了这些家当 晚辈还有一些珍藏 也全部拿出送给前辈 大约可以换取一万雷金 而后钟大红又拿出了一个闪烁雷光的树枝 一枚青色丹药以及一面古镜 王林看到钟大红这一系列的操作 不禁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他刨袖一盏将所有法宝全部收走 但紧接着又将许立国放了出来 许立国现身后无比恭敬地说道 主子 您终于想起我了 这么多年 小许子一直在帮你教训刘金彪 没有偷懒过一天 至于钟大红听到许立国的声音后 立刻产生了一种遇到此生强敌之感 许立国看都不看周围的其他人 继续一脸阿鱼地说道 其实刘金彪那老小子也挺可怜的 得罪谁不好 偏要得罪我家英明神武 帅气逼人的主子呢 王林文言默不作声 可这番话却是让钟大红的心神俱振 他当才只是将许立国视为了强敌 可眼下才发现 对方一定拥有与自己相同的无敌术 并且对方短短几句话 就能将无敌术的争议概括其中 这远比自己的长篇大论要更高一筹 许立国继续眨了眨眼 透露出凄苦哀怨 有些苦涩地说道 主子 看在小许子这么忠心做事的份上 就别着急把我收回去了吧 钟大红看到许立国的表情后 心中暗自思索到 此人绝对是我钟大红的劲敌 不仅话语将无敌术演绎到了极致 就连表情都蕴含着无敌之术的真意 王林则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两人 他将许立国放出 与钟大红也有些关联